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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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所長老師的介紹 還有在場的各位老師 還有同學 我今天來這個演講 是我回國來 我覺得最緊張的演講 其實我大概回來之後 演講也講了20次 但是也在學會演講 在美國也會演講 但是我覺得 今天這個演講我還是比較緊張 其實主要是因為以前在這邊是學生 然後都受過老師他們的一些指導 那今天我要為大家分享 是我過去幾年工作的結果 那這個題目可能大家 大概之下不是很了解 那等一下我會跟大家一一的做一個敘述 那首先給大家看的一張照片是 我們第一屆堂獎得主的照片 那這兩位呢 他們是很有名的免疫學家 那一位是風九 一位是 James Ellison 好 那沒關係 這樣可以 好 那這兩位呢 他們得到我們第一屆的 東方的諾貝爾獎堂獎的原因 那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是因為他們發現了一個 抑制性的免疫分子 在T細胞的上面 那這個抑制性的免疫分子 在T細胞上面 讓T細胞的功能上失 那它上失了之後呢 就沒有辦法執行它的功能 那一些陸續的研究呢 一直到最近幾年呢 是開花結果變得非常的多 那就是包括這一類型的 study 就是去把這個抑制性的 PD-1 分子 在T細胞的表面呢 做阻斷 然後讓T細胞的功能提升 進而到把癌細胞消滅的一個功用 那這樣子的一個治療呢 在大概第四期的轉移型癌症的患者 也出現了蠻有固定的比例的一個反應 那所以就是從這個部分的 study呢 是很多的 那陸陸續續的一些機制上面 大家都非常有興趣 那認為說在未來癌症的治療 可能除了傳統的化療放療 也逐漸有免疫治療 那我相信各位臨床醫師在臨床上面呢 所碰到的一些 clinical trial 的案件 都可以看得到 這個是各大藥廠的一個 緊針非常重要的一個區域 然後藥廠非常多 好 那但是呢 在剛剛所講的是說 他給我們一個 idea 就是以往我們認為一個人會得癌症 那裡面我們也知道有免疫細胞 我們認為這個免疫細胞 就是沒有用 沒有辦法殺死癌細胞 那他讓我們了解到說 其實你的免疫細胞的功能不好的時候 事實上它是可以被變好的 而且是可以就阻斷了其中的一個分子 那因此而讓一個有轉移癌症的病人就康復了 他有的不是只是有 的一個 clinical 的 partial response 他是 completed 的 remission 那所以呢 我要替大家所敘述的一些是 在這個學界上我們是怎麼樣 達到這樣子的一個認識 那這個是一個 background 的部分 那基本上就是描述說 這個 T 細胞的功能是怎麼樣下降 那這裡有一個名詞叫做 extraction 那後面我會再講其他的今天的主題 大概就是三個部分 那就是 John Hopkins 那我到那邊的時候呢 首先呢 我在心裡想的問題是 我觀察到那個時候 T 細胞的一個分化 在這個文獻上面的研究並不夠多 那而且分化的時候 功能是否會有一個相對應的改變 那在這個 T 細胞的分化的過程中 它的功能的確是會改變 那從我們的一個 Symus 所出來的 T 細胞 叫做 naive T 細胞 它在經過一連串的抗原刺激之後 它會被活化成 effector T 細胞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發展的速度非常快 那之後呢 大部分的細胞會是死亡的一個路線 那只有少部分的 T 細胞呢 它會留下來做一個 memory 的 precursor cell 然後呢 最後變成最後的 memory cell 那這些的 characterization 都已經很多了 那我們所知道的是在 naive T 細胞的時期 它剛開始就像從學校剛畢業的學生 它的經驗是不足的 那你給它 它的一個功能是不好的 但是 當它經過一連串的訓練跟篩選之後 它留下來的細胞呢 是 具有 rapid response 那它的 renewal 它可以在你身體裡面持續 大概20年的時間 那包括它的一個 frequency 也是變高的 那 tissue 的 location 是比較好的 那最後就是它有一個多功能性的表現 那所謂這個多功能性的表現呢 就是說一個 T 細胞呢 它在我們現今的 Immunological Assets 的時候 去測量多個功能 然後看到它單一細胞 單一的細胞是否具有多樣的功能 而不是只具有單一一種功能 那為什麼這個概念上是很重要呢 就是我之後等一下會講的 paper 它所證明的 好 那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的 Immune Response 在 Primary Response 跟 Secondary Response 的時候 都會出現 那如果是說它今天的一個 pathogen 它或者是 Antogen 它是 Persist 特別像是 Cancer 的時候 那後續我會講一個例子 像 HIV 的時候 這些 pathogen 是你沒有辦法 Clear 但是你的身體又覺得它是需要被 Clear 這個時候 Initial 的 Response 呢 可能會很強 但是久了之後它就會變弱 這就是為什麼說 其實在很多很多的病人呢 他這樣子一開始會很強要得到 HIV 剛才覺得很強的 Response 即使沒有用腰它後面它就會變得比較沒有一個 臨床上面的症狀 那 T-cell 到後面呢 它覺得它沒有辦法去把它清除掉 以它自己的力量 它沒有辦法把它清除掉的時候 它進入了一個過勞的狀態 有點像是一個滿你人化的一個敘述 那這個是一個 Cell 的 Level 它的 Exhaustion 呢 它是逐漸的它的一個功能會變差 那它我剛剛所講的那多項功能呢 它會逐一的喪失掉 那這個的喪失的過程呢 它是有一個階段的 就是它在某一個時候會喪失某一個功能 那我在美國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呢 有關於 Cancer Menage 的時代呢 是大概也都已經發展 但是絕對那個時候都還沒有真正有 有結果的 clinical trial 那那個時候呢 我所謂主要的 focus 呢 是在於 T 細胞的分化 後來我發現這個 model 我可以在 HIV 裡面去證實 那這個只是一張簡單的介紹 因為我想在場 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很了解這個方面的知識 那 HIV 這個病毒呢 我們是很容易得到的 我們一旦得到之後 你會變成它的代言者 基本上是不可能說痊癒的 基本上它就是代言 那在全世界的話呢 現在還有這麼多人是有 HIV 那歷史以來已經有這麼多人 他是已經死 這是在2014年呢 就有一百多萬人死亡 那在台灣的話呢 目前每年的一個發病率 可以看到在十年前呢 它曾經有一個高峰 那是靜脈要因 那後來它就很快的就下降 那目前在上升的這個部分呢 是難難的性行為的部分 那當你得到 HIV 之後 它會有一個 Viramia phase 那身體會試著去 control 它 那等到它都沒有辦法 control 那如果進到 Exotion 的時候 它就會 Virus 就完全無法控制 這個時候就會有 Aids 也就是 後天免疫症後群不全的一個症狀 那這個過程中呢 CD4 cell的 count 是逐漸的下降 因為CD4的 cell 是這個 virus 的宿主 所以CD8 cell會去攻擊CD4 cell 把CD4 cell殺死 所以它會變少 但CD8 cell到最後會 Exotion 因為它有覺得它沒有辦法 再繼續下去 那所以為什麼 Polyfunctional cell很重要 其實它的證明呢 是在 Michael Betts 這個在 Eupen 的一個教授呢 他在 2006 年的 Blood Paper 那它證明的是說 在 HIV 的患者之中呢 他可以把病人分成兩組 那 HIV 的病人 可能大家都覺得說得病了就很嚴重 但其實它裡面 100 個人有一個人呢 他是一個 Elite Controller ,他的 Immune 的 Function 就是像 Super 一樣 他就是不需要吃藥的 他可以控制 但是他是代言者 那他身體的 Viral Load 很低 這種人 100 個人只有一個而已 這叫做 Non-Term Non-Progressor 所以像這樣子的人呢 他們就很有興趣 為什麼他 為什麼他不用吃藥 然後他不會 AIDS 然後他 Virus 可以 Control 下來 他們做了很多研究 包括說 他是不是 CDA Cell 比較多呢 CD4 Cell 比較多呢 還是他基因上面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發現 只有到了這個時代裡 才真的發現說 他到底是差在哪裡 那他是發現說呢 當我們把 HIV 的蛋白質 來刺激這些人 周邊血液的 CD8 Cell 的時候 他會發現說 這些抗原可以誘導出 在 Non-Term Non-Progressor 裡面 誘導出一些 T 細胞 那這些 T 細胞 它是同時具有 這左邊這小字的 這五個功能 那這五個功能呢 都有的細胞呢 它在這個 丙圖上面呢 它會顯示出一個 紅色的排圈 其實我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其實有時候看到 這這麼少的比例 好像沒有什麼 可是其實在這邊 還有後續的很多 Peper就證明說 這樣的細胞呢 有沒有呢 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包括說像 我們等一下再提 那在至於呢 沒有這樣的細胞的 Progressor 它就是必須要吃藥的 它的免疫功能是不好的 那你也許會說 是不是 Progressor 它整體免疫都不好呢 其實不是 因為 如果是在Progressor裡面去看到 比其他的抗原所刺激的 像是 像是其他的病毒 那它就可以刺激出這種 具有多功能性的細胞 也就是紅色的部分 那 所以並不是說 Progressor整個不好 是因為 它的 它的常常的 它的Viral Load 它的Viremia 它的Antigen Persistence 讓它的細胞沒有這個 Polyfunctional 那 後續有一些研究 就是用各種Vaccination 那這是一個老鼠的研究 它發現的就是說 如果Polyfunctionality 越好這個三的細胞 它所引誘出來的疫苗呢 它的保護力更好 那這個部分 我就不特別去相談 那還有包括HCV的Vaccine 也發現說 如果可以用Polyfunctional Cell的話 它的功能 它預後會比較好的 那 後來有做了一些機制方面的研究 就知道說 其實T細胞 在動物實驗裡面發現 當這個 慢性的一個感染 Antigen Persistence之後 它本來應該形成 Polyfunctional Memory Cell 具有 Interferion Gamma TNi發發跟IL2等等等等的功能 這些功能 這些功能會逐漸的 在整個過程中上市 那這個過程呢 它就是Coupled with Viral load increase 還有它的一些 inhibitor receptor的upregulation 那这样的过程呢 它是hand in hand的去让T细胞的功能逐渐的下降 那通行比较早期的时候 IL2的功能就会没有 那逐渐的其他的cytokine的功能就会没有 一直到最后呢 这个细胞其实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这个是说如果说 不管是在HIV还是在cancer里面 你常常看到也许你染IHC 你有看到lymphosate 或在三位你有看到它有lymphosate 但是它虽然在那里 但是它没有功能 所以在这个FIL里面去measure一个cell的function 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好那这个PD-1这样的抑制分子呢 它是怎么样的去达到一个抑制的功能 是因为它在T细胞的表面 然后它如果接到antigen presenting上面的PD-L PD-1的ligan的话 它可以去抑制TCR的signaling 那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就是它跟TCR的signaling是有关的 好那我们知道呢 TCR呢它是有经过一个recombination的过程 这是我们人的alpha chain跟beta chain 它在这个地方呢 在我们的T细胞在SIMUS里面会经过一个重组 所以它最后呢 alpha跟beta会有一个很多的combination 所以diverse是非常大的 所以在我介绍大家下面我的研究成果之前 必须要先introduce一个technology 叫做Tetramer 那这个technology可以让我们看到 antigen specific T-cell 因为这个diversity太大 所以你如果抽你的血的话呢 想要看到这个血里面有多少是TB的T-cell 或是有多少血是HIV T-cell 或是某一个肿瘤抗原原的T-cell 其实是非常困难 因为它只占了千万分之一 那你要看得到它的话呢 一定要用流氏细胞仪去做 而且呢 你要用这样子的一个technology 那这个technology大概也才十几年而已 还好我去读书说它已经有 不然就没有办法做史达地 那它是就是用peptide跟mgc 做成了四个mr 所以叫Tetramer 中间是strapaphydin 它的一个polynurization 那peptidemgc就可以批免得到 T-cell上面的TCR 因为peptidemgc是非常专一的反应 所以它只有跟特定的TCR会做结合 那这个反应一定要非常专一 不然的话我们身体的T-cell 很容易就会被活化 所以它是非常专一 当身体有这个某一个特定音peptidemgc的时候 它才会被活化起来 那譬如像是说 在2006年的Nature paper呢 就发现说HIV cell HIV的Tetramer cell呢 如果只是看cell的number的话 它跟viral load是没有关联 但是如果你看Tetramer positive的cell上面的PD-1 它是跟这个viral load 就有一个很显著的关联 那这个部分呢 它也是后续开启了这个PD-1的研究 就是你如果把T细胞呢 直接刺激HIV的peptide 只有0.8%会制造Cytocon 但是如果说它的一个block PD-1的ligin的话 单独block或者是整个block 它的一个制造量就增加 那这个3%其实是在人类的免疫的研究里面 它从这样变这样 在antigen specificity cell呢 是一个很显出的量 因为我发现呢 大多数的在做研究的人 看到这样的数字都觉得很少 这个是background 这个是noise 那当然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但是在human immunology的study里面呢 因为antigen specificity cell本来就很少 所以你不能期待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量 即使是经过你的刺激之后 所以要在很严谨的状况下去做比较 那像JPM paper它后续也去发现说 这个的确在很多组 这是一个代表性的图 它是一个上升的状况 这个是一个Nature的2006的paper 所以就是基于刚刚的那个HIV的paper 还有Nature paper 在2006的时候他们发表 我到了Hopting在2008的时候 就开始思考说我要做什么 那其实那个时候我主要想到的是说 其实他们虽然可以block PD-1 但是他们T细胞功能的改善并不是很好 就是虽然它有一个改善 但是它的一个程度呢 并不是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所以我想它应该还是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研究 那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方式呢 想要在体外呢 可以让人类的T细胞做一个复制 那其实后来我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养Human的一个Antigen Specific T-Cell 可以养到12个礼拜 就是你的Primary Cell 但是在Incubator里面可以活12个礼拜 而且它并没有变成K-Cell 那所以呢你这个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只要拿到Healthy Donor PBMC 那因为我们做这个Peptide Antigen 它必须要对应到一个特定的MHC上 所以就必须要找某一种HLA Influenza 的Peptide 那为什么我要放进不同的数量呢 是因为我希望在短时间之内 如果高浓度的刺激 是不是可以去MIMIC那个长期的刺激 那造成T-Cell Exotion的现象 那所以先看Tetramin的染色呢 在CD8跟Tetramin 在流氏细胞语的染色上面 可以看到流氏细胞语上面的 这个Tetramin Specific Cell 高达82% CD8 Positive 在整个Culture里面 这代表说我在两个礼拜之内呢 我可以把T细胞刺激之后 变成这个Culture里面 绝大多数的细胞都是这种 Antigen Specific T-Cell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是非常的高的 大概是非常困难 要有一些特别的Cytocin要加进去 要加一个Cocktail 那anyway它就是 随着你加进去Peptide的一个浓度呢 有变化的话呢 越高的浓度的Peptide 可以induce出越多的Tetramin Specific Cell 那这个地方呢用的是Influenza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Peptide剂量 那这样子的一个Peptide剂量 induce出比较多的细胞呢 但是它的功能呢 却像是Exaltion的Cell一样 它的IL-2的制造量呢 比起比较optimal的Peptide的Dose 它是有下降的 TNF-Apha也是有下降 那Mip-1-Beta跟CD-107呢 它似乎就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只看一个单一的功能的话 IL-2它是明显的 在高浓度刺激受到抑制的 所以IL-2-TNF跟Interferon Gamma呢 它们有受到抑制的情况 那至于后面的CD-107跟Mip-1-Beta呢 它的抑制的情形则不会明显 那因为这个地方我所秀的图呢 是两个功能 在流氏细胞仪上面 那其实在流氏细胞仪上面 我们可以同时 acquire 五个T细胞的功能 那这边是秀说单一一个功能 CD-8 by Interferon Gamma的一个流氏细胞仪的图 但是你要怎么样知道说 这些都是同一个sample 它只是用不同的channel去显示它的结果 那这些都在不同的 螢光的的一个channel里面 你要怎么样知道说 你这个sample里面 有多少的percent的cell 它是五个功能都有 那这个是beyond的 我们的human的一个management 因为你没有办法说去这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再去看 它有多少是这个 然后在里面有多少是这个 那电脑可以帮你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在软体里面呢 它直接可以告诉你说 有多少的细胞是五个功能都有 有多少的细胞是四个 有多少是三个 那这每一个都是一个细胞的点嘛 这一个点就是一个细胞 所以它落在哪一个位置 这个这样是一个very big data 的一个状态 好 那但是被summarize 的时候 就变成很简单的排圈 就是说很高浓度的刺激的时候 它的红色的slice 的部分是变少的 那optimal dose 呢 刚刚讲比较不会受到抑制的 它的这个红色slice 也就是有五个功能同时 具有的细胞的比例 所以poly functional cell 的比例呢 在这个地方optimal dose 是比较好的 那这样子后面呢 在更低的浓度又似乎有点稍微的下降 所以我们称这个是一个optimal dose 好 那除了我们知道它的比例比较高之外 我们还去看说这个比例里面 这种poly functional cell呢 它跟这里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到底有没有存在差异 因为它们都具有五个功能 那我们举例来讲 如果你看这些细胞的 IL2的 mean 也就是它的IL2单一细胞的表现量呢 仍然是在optimal dose呢 它的单一细胞表现量还是比较高的 大概可以 一个细胞可以制造两倍的IL2 虽然它是 就是说它说我也可以制造IL2 但是它的一个量还是比较少的 事实上poly functional cell呢 在刚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很多人都思考说 到底一个细胞它可以做很多功能 跟它是这样子的状态 还是它是这样的状态 就是它因为我们细胞 它应该就是有transcription等等的 它有一个很固定的一个machinery 那它现在呢可以制造很多功能的时候 它是忙不过来的 还是它做得非常好 那其实后来的 我们的我们自己的研究也发现 其实证实它是属于这一种的 就是一个T细胞呢 它在多功能的时候呢 它的单一功能 事实上还是执行的比较好 那这个是这种有这么多的功能 这个红色的部分呢 它的interferium gamma的 面影的mfi 是比较好 那比起单一功能的细胞 这是cta ct4 都是一样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继续做了下面的分析 那我们知道它的功能比较好 它的功能比较不好 它是高浓度的刺激 我们就去看一个microarray的表现量 在那个时候 这是大概五六年前 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做cdna的microarray 所以并不是做unasic 那我们发现了大概有六百个基因呢 在high dose stimulation里面是upregulated的 那有三百个基因呢 是在optimal dose里面是upregulated 所以有比较多的基因 反而是在功能不好的细胞里面被upregulated 这可能显示说t细胞它功能在变差的时候 事实上它的基因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抑制性的基因 这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想法 那首先呢 我做完了microarray的时候 就先看一个比较重要基因是否有不同 那还好就是跟我们预期的一样 pd1这样的一个基因呢 在比较不好的细胞里面是有比较高的 那不过这个是还有其他的 那这边的话呢 是比较一样的cell的mark 像是CD28呢跟TCF1 跟stem cell有关的一些mark 似乎在optimal dose里面是比较 刺激出来的poly functional cell里面 表现量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说 我们要把它做继续下面研究呢 我们通常的想法是想要找一个基因 或两个基因来做研究 但是呢当初把它做一个初步的分类 还是觉得哇好复杂 就有很多很多基因 当然有一些呢 inhibitor receptor在那个时候已经被 well characterized好几个了 好 那所以呢 在那个时候我的楼上呢 刚好有一个做bioinformatics很不错的一个同学 那这个人现在在hover 那他帮我做了一个分析叫做gc的analysis 那这个analysis非常有用 因为它可以compare你的microarray data 跟别人的microarray data 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个实验 我们要知道我们的phenotype 跟另外一个人做了实验 它的phenotype是不是很类似 有时候我们可能看说 我的都有这个A效果 你也都有A效果 但是当我们如果是做microarray的时候 我们想要知道两个dataset 相似的程度 那最简单的方法 你一定是可以去数数看说 我看我upregulate这个genexy跟z 那你是不是也upregulatexy跟z 那那样子的方法呢 是比较strapforward 但是只能看一个两个三个基因 那如果要整个set去做比较的话呢 就要用到这样的gene set enrichment analysis 基本上就是看说 别人的microarray set identify出来的gene 在你的实验跟对照之间呢 它有没有差异度的表现 如果他们identify 这个set的gene放进去的话 有差异度的表现呢 就是它这些bar呢 就会比较偏向某一侧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 我们的比较高浓度刺激呢 不好的功能的t-cell 它的这些别人说identify 有关的t-cell exhaustion啊 跟progressor的gene 它都比较cluster到 这个high dose stimulation的位置 那相反的来讲呢 就是在memory的cell呢 它就会在后面的比重 比较高一点 好 所以我们就证明了说 其实我们high dose stimulation cell 它有operate PD-1 而且它整个gene的signaling 也很像hiv的病人 也很像老鼠的 一些类是hiv exhaustion的 的一个microarray 好 那但是呢 比较惊讶的就是 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去看PD-1的signaling 的gene呢 我们却发现说 它是没有差异的 所以 做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本来是觉得非常惊讶的 因为我们发现了 它功能比较不好 而且它表面上也有PD-1 那 但是我们后来呢 很好说觉得 我们 我等一下会也是说 其实这样也没有比较 也没有不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 做实验好像出现了 不好的结果的时候 其实是ok 那像这个PD-1的下游的BATF 这个transcription factor 它表现也没有不同 那为什么我们的细胞功能 还是不好呢 那所以我们就 再用一个方法去做blockade 那就是一般来讲呢 我们如果认为说blockade PD-1 体细胞功能会变好 可是在 这样子的一个 high dose刺激之下 它 不管你是用Ctrl的Ig1 还是用anti-PD-1 它似乎都没有变好 也没有办法像这种 optimal dose的 体细胞一样 那我们还用了一个方法 去证明这件事情呢 就是 采用了一些nanoparticle 那 nanoparticle上面 我们有自己实验室所制造的 CD-28 也就是Signal-2 跟像刚刚的Tetramer所使用的 里面的Peptide MHC complex 我们自己合成 就把它做 把它放在一起 把它变成一个 artificial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那用来刺激T细胞 那这样子刺激T细胞的情况呢 就跟刚刚一开始用Dendritic cell 是很像 只是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系统 就是它上面完全没有PD-1的Ligen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Ligen 它也不会分泌Cytocin 它也不会分泌Gross factor 那我们发现说 其实你就是光这样很simple的一个system 你就可以造成T细胞功能的抑制 所以这一些实验呢 就是在后来我们陆续去补的 就是证明说 其实并不需要PD-1的Signal-1 T细胞功能就会变差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到底是暗示我们什么呢 就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的PD-1不好 但是还有其他的Player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想说 在这里面 我们的Microarray里面 有哪些基因跟Signal-1 Passway有关系 那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个Pathway的Analysis 那很惊讶的就是 它在前面的几个Pathway的HIT 都显示出它是MAP kinase的Pathway 就是第一个HIT它是MAPKKK 然后第二个是Protin kinase 第三个是Activation of MAPK 前面的五个基本上全部都是 MAP kinase Passway的一个enrichment 所以就给了我们一些希望 我们先去看 我们的T细胞呢 是不是它的MAP kinase 2K Passway是有差异 那这个方法是叫做Fosphoflow 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 特别是Antigen specific T-cell的数量真的很少 所以呢我们就发展了一种方法 是可以用Flox etymetry来看Fosphoportin的 那一般来讲你看Fosphostata 或Fospho-ERK 都是用Western在看 但是在Stanford上去年 有过来的一个教授呢 他们实验室首先去发展这个technology 那我们来用的话 就是的确是发现说在 这个Optimal dose的细胞 它能够operate给比较多的Fospho-ERK 那同时呢你如果把它 这样子蓝色的很好的Fospho-ERK的细胞 去用这个ERK Passway的Inhibitor的话呢 随着它的浓度的增加 这些Cytotoxicity的功能都会下降 但是Cytotoxicity 还有这个Kemokide的功能 它却没有抑制 也就是说像我们的实验所预期的 它主要的这三个功能会受到抑制 那所以在我们的Microarray里面 到底有哪些基因 它是属于这个Pathway 我们那个时候 只看到了这十几个基因 那其中这个SprlT2呢 是我们后来所特别关注的 是因为这个蛋白质 它会去Bind Ref1 然后影响Signal Transduction 那而且呢 SprlT2跟它的另外一个Homolog SprlT1 那它们呢都是在一些Cell Line里面 证明说它可以去抑制TCL的Signal 而且会让Immune的Cytocyan Sequestion下降 所以可以说是在那个时候 就基于了这些的原因 我们想要去研究SprlT1跟SprlT2 那单纯的去看它们的表现量 可以发现在T细胞刺激之后 它会先在两天左右的时候 会上升到最高点 但是在之后呢 就会下降下来 那你如果给T细胞重复刺激 或是说你去模拟它 在体内呢 因为一直可以看到抗原的话 它似乎会越来越高 好 所以在我们的 High Dose的细胞里面呢 细胞里面呢 的确SprlT1跟SprlT2的 一个表现量是增加的 所以我就制造了一个 Lantivirus containing 一个SHRNA containing Lantivirus 那我们Screen了很多Clone 想要去knock downSprlT2跟SprlT1 在Primary的Human T-cell里面 在我们的Model System 那我们那个Model System里面呢 我们最后决定了 有一个Clone 叫B2的Clone 它可以同时 抑制SprlT1跟2 这个SprlT1跟2 到大概抑制的80% 那至于还有其他Clone 你可以看到像E1Clone 或A2Clone 这些Clone呢 它的一个抑制是单一的 像E1是只有一支SprlT1 那A2是只有一支SprlT2而已 那至于NunTarget就是一个 SprlT1的Sequence的一个Clone 它没有办法抑制 特别的基因 那跟Wilder Type是差不多 就是没有受到任何Virus的Transduction 所以我们做好了这个Virus 去抑制T细胞的SprlT1跟2之后 就看一下它的功能 那有发现说 其实你如果把它抑制掉了的话 功能的确是会改善的 那这是我们以前实验室 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个Technician 那因为做了这个Project之后 他现在也去念Medical School 原来有挂名在Paper里面 那本来我是想说 做到那个地方是很希望可以毕业 不过我们的老师呢 Community的时候就说 你还是必须要回到一个 Human的Desease的一个Environment 去证明你的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我那个时候就在找Cancer sample 或者是HIV的Sample 因为在这两个状况之下 T-Cell只有Exaltion的现象 那后来我们比较方便取得的是 HIV Specific T-Cell的Sample 那这样子的HIV的T-Cell的研究呢 我们就先把病人的血液分离 然后根据Tetramer的Standing 把它分成HIV的Cell跟Influenza 也就是Exaltion跟Non-Exaltion的CDA Cell 那这是TetramerStanding的图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TetramerStanding 可以看到如果一个点是一个细胞的话 其实这个HIV Specific Cell 其实也没有很多颗 大概只有几千颗 然后这个Influenza都只有一两百颗 而我已经抽了病人150cc的血了 就是HIV的病人 那在台湾的话这个实验好像没有办法进行 因为只要超过20cc好像就我不知道 就是好像很困难去执行 不过在美国似乎在这方面 却是比较宽松的 我并不太清楚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的一个同学 他叫何亚奇 他就是也有跟我一起合作来做这个实验 好那我们有发现这个Gag跟HIV Specific Cell 的确在经过Sorting 然后去做QPCR 之后呢 他的Sorting 1跟2是有比较高 那Influenza的部分就会比较低 那同时对应到他的PD-1 也是在Gag是有比较高 就是HIV的Cell是有比较高的 所以几乎要到最后就是我们希望说 可以再去把HIV的细胞 的Sorting 1跟2 来做Knockdown 所以我们制造了Virus 然后去感染这个 去刺激这个T细胞 然后同时去Block它的PD-1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 从那个2006年的Nature Paper 知道你如果Block PD-1 HIV Specific Cell的功能会变好 那我们也是一样可以达到80%的抑制 所以这是这部分的最后一章 就是说如果你在HIV Specific Response的病人 里面去看的话 如果你抑制 如果用Not Target Virus 当成一个Background的话 它的Polifunctionality Level在这边 大概是5% 就是只有那个红色的部分 但是如果你Knockdown Spalty的话 它可以上升到10% 那PD-1跟Non Target在一起的话 它也是在10% 但是你如果PD-1跟Spalty 同时去作用的话 它可以回复到更高 可能到15% 所以它有一个加上去的效果 那除了Gag之外 我们在另外一个蛋白质 Neph 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阶梯上升的 一个情况 最后是另外一个蛋白质 叫做Tet 也就是三个都是HIV associated 的Quarting 那至于在 跟HIV不相干的蛋白质 就看不到这样的效果 虽然一样都是来自于病人 所以我们最后的证明就是说 Spralty-1跟2 它可以regulate T-cell polyfunctionality 然后是在PD-1之外的 所以现在在Cancer的部分 我们在台湾 是希望可以继续去研究 就是说 当一个T-cell 它的功能可能不好的时候 是因为它上面有PD-1 那T-cell 就上面有PD-1来梗 所以就会有PD-1 Signal-0 然后去抑制 Signal-0 那细胞内呢 它会有比较多的Spralty-2 或Spralty-1 去抑制二可太子位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抑制之后呢 它的这个PD-1变少 然后Spralty-2也变少 它功能可能就会变好 所以有关于Cancer的部分 是现在还在进行的部分 好 那在我讲到下面的一个 有关于老化之前呢 我先再猜一个部分 是其实在我们那个Pathway里面呢 我们后面还有看到一个Wint-Pathway 因为有一些基因也在里面 那基本上呢就是 这个Wint-Pathway它的一个Signal-0 我想很多人大概也都知道 当有Wint-Ligand的时候 Beta-Cathene可以进到河里面 去做它的Transcription 那不好意思 这部分我就带的比较快一点 好 那我们发现的是 如果Stimulation比较强的细胞呢 它的Pathway里面比较差 那它的Wint-Pathway的菌 就是跟Wint-Signal-0 比较正向的菌 它的数量是比较少 反而都是很多抑制Wint-Signal-0的菌 那至于Optimal Dose 它就是Wint-Signal-0 是比较高的 那它的功能也比较好 所以我们就想要给它一些Wint-Signal-0 的刺激 然后希望呢 让它变成是功能比较好的 我想这个很Straight-Forward 因为会比刚刚用 那个Virus的方法简单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 如果你给它的比较多 Wint-Signal-0的菌 Wint-Signal-0的 molecule 那它的这个Qual functionality 有改善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我是比较快速的带过 另外一个Pathway 那那个部分呢 目前在我离开之后 有另外一个博士生在最近要把它完成了 好那所以 为什么最后呢 我要讨论到一个老化的现象呢 那这是因为 其实我后来研究做到后面的时候呢 觉得说T细胞的功能变得不好 是不是只有在疾病的时候才会产生 后来我发现其实是 年纪变大的时候就会产生了 简单来讲就是它跟老化是有关系的 当然它的程度呢 没有像是在HIV或Cancer那么的厉害 但是我们老化的时候 T细胞功能就开始恶化 那有没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去测量T细胞的功能 是整体的 就是说因为 而不是就针对专一的 那所以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去看 T细胞的分化的过程 因为T细胞一开始是naive 然后后来会变成Central Memory 跟Infected Memory 最后变成MRA EM with Ri Expression 这样的一个分化过程 是正常的一个老化 就是刚出生的时候呢 99%的细胞都是naive 在Cobra 那之后呢 到年纪大的时候呢 有一些老人 这个地方已经没有细胞了 然后绝大多数都在下面 那这个是跟Age有correlation 所以这个我就首先用我自己的血 来做一个这个实验 还好是上面跟下面都有一些细胞 那所以我后来就跟很多人说 这个是你的T细胞的身份证的年龄 因为它是你T细胞的年龄 因为每个人的年龄可能都不太一样 那你的器官的年龄可能也不一样 那我们的这个之前的这个功能不好的T细胞呢 拿去做跟老化细胞做基因的比对 你也发现它是很相似的 或是跟末端分化的细胞来相比的话也是很相似的 那这个老化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而且现在美国总统快要选举了 这样他们其实也是有老化的一个现象 不过老化的现象好像因人而异 因为这张照片说我在美国的时候造的 他们的马拉松呢可以看到有好多老人 而且我邻居呢他是七十几岁 他每天还穿着骑脚踏车的那个衣服 然后就骑到外面去很久到傍晚才会回来 那我家在美国的时候是住在山坡上的 那我曾经也学着拿起一诗主意话 我就没有办法回来 因为那你没有练过 他是上来真的是上不来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 他们的有一些人他的肌肉的老化 不知道是不是比较慢还是 对或是他不是老化 或是另外一种化 我只是在思考这件事情 那但是老化是pervasive的现世界现象 在2012年的时候呢 世界大部分都还是黄色的 只有北欧的地方呢有大于百分之三十的老人 但是在2050年的时候呢 绝大多数的世界都预测会变成红色 就是老化会变成是全世界的现象 那至于老人的T细胞呢 他的功能 Cytocon 制造 跟他Polymerin 就是会变得比较差 那在细胞的Culture的过程中呢 也知道说 Naivcell呢 你给他加Cytocon 他在expansion过程中 他就逐渐的分化了 逐渐的老化了 那这个过程中 跟他的Telomere有关系 他Telomere呢 可能会越来越短 那我唯一要讲的这一章呢 slide是动物实验 因为其实我前面都是 我的study呢都是Purly 都是Human sample 那这个动物的实验呢 是把老鼠的细胞呢 分成Naivcell 跟Central Memory Cell 就是Memory的Cell 然后来做成Tumor Reactive Cell 那总之就是说 如果Tumor控制的最好的细胞呢 它是来自于Naivcell的 所以这个Naivcell 它的一个年轻的状态呢 虽然它可能不是Polyfunction 但是它是非常年轻的 然后甚至你是把它 它这个Clinical trial里面 它是去把病人的T细胞 回疏到这个Cancer癌症的病人 去看它有没有抗癌的效果 它也会发现Clinical有Response的人呢 它的Telomere都比较长 那这个年轻的T细胞的Marker 是比较高的 那这个细胞也比较容易Persist 在它的人体里面 所以它细细胞老化是非常重要 那我刚刚已经有告诉大家说 其实末端的MRA cells 在老人是比较多的 在老人是比较多 那年轻人的话则是Naivcell是比较多 那其实除了这样之外呢 老人它的整体的Lymphocyte就是变少的 它不只是老化的比例变少 它就是有一个Lymphopenia的状态 那一个末端分化的T细胞呢 它除了会C28跟C27 这种年轻的Marker是变少 就是红色的细胞 它是变少的 那相对来讲Cinocent的Marker呢 它是变多的 像这边所秀的 那至于它的功能呢 在经过PMA跟Anonimizing 这样T细胞的刺激之后呢 这个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抗原 它会刺激所有的T细胞 可以看到Naivcell呢 Central memory EM 它们都有不同的功能的一个Profile 但是EMRA的细胞呢 它的制造的功能是最少的 它的Impair的它的功能 那它的一个2-capacitive way呢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对于我们这个T细胞的功能 有一个意义的 它是越来越低的 那至于它的Spralty1跟Spralty2 这个地方呢 Spralty1呢 可以看到它是越来越高的 在年轻人的Spralty1 随着T细胞的分化 它也会上升 那年纪大的人 所以它的分化它也会上升 所以我们刚刚所 前面所讲的那些事情 其实在老化也是可以看到的 那我回来之后呢 因为我临床上是一个肾脏科的医师 所以我就 我就常常在思考洗肾的病人 它的老化速度是不是特别的快 那这个是一个 我出国之前呢 它头发还蛮黑的一个阿姨 后来回来就蛮白的 但是这只是举例啦 其实我们洗肾的病人呢 越来越多都很老 那台湾有一个世界第一 就是洗肾的病人是世界第一的 这个数字非常地高 那我们 我们已经赢过日本跟美国 我们的 我们的privance也很高 那这际肾脏科医师讲一句话呢 其实我们的privance高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病人 care的非常好 就是包括各科其他的 医食心脏科啊 感染科都把病人照顾非常好 所以我们病人的存活率 真的是美国的两倍 就是平均可以活到十年以上 那在美国大概也是因为 family support不好 然后医疗等等的一个可进性 比较低一点 所以他们的存活率大概只有五年左右而已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 它的这个trend 这个年纪呢 的确是有很明显的 的一个变化 在过去1990年到2008年 可以看到年纪大需要洗肾的病人 越来越多 65岁以上 那现在新的incidence case 有50%以上呢 都是65岁以上的人需要洗肾 所以这个一定会越来越老 跟其他科应该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想要研究洗肾病的老化 就先很简单的用刚刚的那个方法 做一个T细胞的 一个differentiation的一个gating 那除了T细胞之外呢 我们也做了一个monocyte的一个分析 因为 在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刚才设计的时候 就知道说有一些monocyte 在老人生会有变多 所以我们收集了大概200个洗肾的病人 跟55个健康的人 那我们发现呢 洗肾的病人 他的CD4 cell跟CD8 cell的比例 在周边写就已经下降了 那至于他的 他的一种memory cell TSCM Central memory 都似乎是增加的 那至于MRA cell 在CD4跟CD8也都有明显性 所以他的分化比较厉害 那Monocyte的话呢 Monocyte1是变少的 那Monocyte2跟Swing 都是变多的 那在绝对细胞的颗粒数的话 刚刚那个是一个 他在他的母群体的比例 那细胞的绝对颗粒数 可以看到 CD 那个Naive cell的数量 有很明显的下降 那至于 这个地方也是Monocyte 他的数量有很明显的上升 可以看一个 很简单的回归曲线 那在CD8的Naive cell的话呢 在 随着年纪 正常的人是绿色的线 他有下降趋势 那一起剩的人 是黄色的线 可以看到他 他也是下降 而且他大概会领先了几年的时间 那至于CD4的Naive cell 则在正常的人 他是 正常的人是绿色 他没有明显下降 但是在洗腎的人 他似乎会有微微的下降的趋势 那 比较明显的差别是来自于Monocyte 那洗腎的病人 他的这个Level 这是正常的Level 正常的人 大概在整个老化的过程中 都没有办法到达他的那一个程度 就是 你已经没有办法说 他到底是领先几年了 因为他就是整条线都在上面 他这个 他这个没有办法 大概领先了五六十年 一辈子 所以 我们知道免疫细胞 他的 他看起来在洗腎病人也是比较老化的 那但是这个老化的现象 对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 在老化的过程中 其实最常的最常见的死因 在老人里面 这是美国 他最常见的死因 其实是Heart disease跟Cancer 这边大概是27% 那 在澳洲的话呢 也是排名第一的就是死因呢 都是在75岁以上80岁 这个都是CAD 那第二位则是Dementia 那 回到洗腎的病人来看的话 随着年纪上升 正常人是Cardiovascular disease的Event是逐渐逐年上升 但洗腎人是在很年轻的时候 他的CAD CBD 他的一个risk就很高了 他在很高的时候就有10% 不管他是哪一个种族或是性别 所以我就在想说 我们的一些Cardiovascular disease 有这么多的risk factor 那传统上来讲 我们知道hypertension 抽烟跟cholesterol 还有family history 还有obesity DM 这些我们都是知道的 那我们也知道一些比较少见 像是stress 但是呢 其实这个Osclerosis的过程里面 他其实是有T-cell involved 在这个早期的时候 就知道有CD4-cell 那后期的时候里面的 Intervalium gamma TH1的配色也很多 所以也有人做过研究说 把T细胞呢 在AMI的时候做depression 他可以让他的育后变好 所以老鼠的AMI的治疗 已经包含了immunotherapy 好 所以我就最后再带用大家几分钟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immunothinesis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些 跟老化有关系的变化 跟传统cardiovascular disease 的一些risk factor 做一个correlation 那我们发现说 他当然是跟年纪有关系 那他跟hemoglobin也有关系 如果naive cell越低的话 HB也会越低 那病命也会越低 那相反的来讲 如果naive cell越低的话 CRP是越高的 那monocyte的部分呢 甚至还跟钙跟磷 还有urel acid 还有cholesterol等等 有一点关系 那当然跟CRP也有关系 好 所以我们就focus在这些细胞上面 那在我们把病人呢 区区分成有CAD跟没CAD的洗身病人来看的话 可以看到cda naive cell的确在有CAD的病人是比较少的 那monocyte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们直接去做一个数量上面的分析 所以后来我们就采用分组的方式 因为它是个diverse 它是非常diverse 所以我们把病人分成四组 就是根据cda naive跟monocyte2的数量呢 做medium split 所以low monocyte2跟high cda naive 我们认为它是CAD的risk是最低的 那我们希望把病人做一个分群 那相对的其他的另外来 对应来讲 就是high monocyte跟low naive cell的病人呢 那它应该就是risk最高的 所以在回归分析里面呢 的确可以看到就是high monocyte跟low naive cell 它的病人 它的CAD 在cross section里去看 它的一个R值是3.58倍 那这是比起最低的risk的病人 那这样子的一个比例呢 其实在multivariate的model里面 可以看到DM也不过就是2.21倍而已 那CRP呢也是有统计的意义是1.56倍 那我们如果把alcon变成是CBD 就是包含了peripheral artery occlusion disease 还有stroke 不只只有CAD的话 变成CBD 这样子的关系都很稳定 就是还是DM是在2倍多 那我们的这个immun profile 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病人的 它有这个risk 所以最近呢 我把这个study的部分 扩展到CKD的病人 如果病人有CKD的话呢 它的一个免疫的老化现象 似乎也就是已经逐渐出现了 那你可以看到在EMRI的数字 11正常人它19、27 那至于naive cell呢 它也已经比起正常人 都已经开始下降了 那我们知道Cytomegalovirus呢 它是一个很常见的人的antigen 所以我们也在洗腺病人里面去看说 Cytomegalovirus T-cell的方形 是不是有被抑制 那可以看到在CD4-cell的 这个IE1的antigen 可以看到这些是不同的Cytocind组合 的确它在洗腺病人CD4-cell 它已经没有这个Cytomegalovirus 的polyfunctional cell了 那在CD8-cell的部分 它PP65-CNV的antigen 它也一样没有polyfunctional cell 那比起健康人跟CKD 它就是最严重的一个族群 那最近我们的 我们亚当院还有免疫所 他在赌博士班的许凯祥 也是我们请他做一个实验 因为最新的研究显示 这是最新的natural paper 甲离子 似乎它会抑制T细胞的功能 这是甲离子高的时候 T细胞的功能就变差了 那这个 所以我们在想说 洗腺病人他的 除了分化之外 他的甲离子 还有他的零离子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抑制T细胞的功能 好 所以今天就是讲了很多 主要一开始是讲说 我们的T细胞的功能性 是可以受到T-cell的signal strength 也就是我们家的peptide的浓度 多少来做调节的 那这部分是跟PD-1 是相辅相成 可以去调节HIV的cell的extension 那后来呢 我们发现其实在分化的过程中 也有spot-T1跟2的upregulation 在老化的过程中 功能也有变差 那甚至这样的过程 在洗腺的病人是特别的去加速的 那同时它似乎跟心血管的硬化有关系 所以我是希望在未来呢 可以研究这个immune system 在这个方向呢 先去研究看看 洗腺的族群 它是不是一个加速的的一个过程 如果它免疫老化的过程 是加速的的话 也许有一些mechanism 在这个族群比较容易去做发泄 好 好 M1 peptide去steam rate 那个M1是什么东西 老师 那个M1 peptide是influenza的一个immunodominant peptide 你后来也有用其它变化素 对 那个M1 peptide是在做高浓度的 就是不同浓度的刺激的一个cell model 我们希望高浓度的刺激 即使是M1 peptide 它也可以induce T-cell的dysfunction 这个Peptide多长 这个Peptide多长是不是 大概是9个aminoacid 谢谢 其他也没有 来 来 曾大宗 没事 谢谢邱医子精彩的演讲 我有个问题 就是说 我第一个先确认一下 刚刚在时代的我们没有听很清楚 如果你在使用那个 就是说您开始用的是在invital season 去做刺激 那在HIV的病人身上 那些HIV的病人 他的viral antigen load 是还是很高的 还是属于被控制下来的那一群 那他们的其实是 还是有viral load 还是有的 对我们没有完全的把它选择 就是是eviremia的病人 所以有一些病人呢 他是有eviremia的现象 但他有一些数量上的差距 对 但是 比起 完全 就是说 比起以力控制的 它也是偏高的 因为我的问题是说 因为您最后的结论是说 它的 对 antigen 长期的刺激之后 你的spot1 和spot2 它会增加 然后可能造成 那cell的 那我的问题是说 假设说我们 不管使用药 或其他方法 我们把这个viral antigen 或是dimension antigen 降低的时候 那这个现象 是不是会被reverse 对 这个现象 可能会稍微变得比较不那么显著 这个是 不是很明确的 因为在不同的 study groove 目前发表看起来 有一些viral的控制之后呢 不是spot2 是pd1的表现量 我用pd1的表现量 来回答您 就是pd1的部分 知道的是 有部分的reversibility 但是没有完全的reverse 那至于spot2的话 我们就不知道 那它的功能 也不是说 会完全的reverse 回来 在这个viral 漏空的时候也不会 对 不然我再clarify清楚一些 您说的是指 它是原本的这些 已经变成memory t-cell 还是新 因为我们知道 它会不断的会制造出 新的t-cell出来 那memory旧的已经 你就讲一下 那可能就不太能够 对对对 但是t细胞它只有在看到 antigen的时候 它才会比较明显的复制 所以其实 你一定是有某些viral的persistence 它才会持续的复制 不然它就是旧的 对 那它的一个homeostatic proliferation 它的发生的rate 是很低的 所以它可能dolter-cell 跟mother-cell的phenotype 是没有很大的差别 那如果说它 在刺激的情形之下 是在某一些condition 譬如像 在动物时间已经做到 你如果有IL-10把它block 然后再给它HIV的话 似乎可以把它细胞做rejuvenation 但是在人的话 我们只能够观察到说 viral load control 之后的一个变化 那的确control之后 T细胞功能 有了group报告 它有回复 有了group报告 它没有回复 所以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来 这边 那个蔡理事有问题 就是哈斯 你说 Sprall-Combin-Sprall-A2 有small-monic fluid 没有 没有 没有commercially available的 没有 不然我也要问一个问题 那个 听起来 那个 polyfunctionality 虽然 听起来是它 最后的 output 是polyfunctional 或它的 stimulation 似乎是非常 antigen 或是 viral specific 就是说 好像有一群细胞 对这一个 stimulation 是polyfunctional 它可能 loss掉 但另外的 是可能是preserve 不是 好像不是一个general的 整个 对 在不同的pastle 觉得它所induce出来的 cell的 functional的 profile不一样 其实很难 目前很难 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子 比如像是 CMV 它可能 虽然是跟我们 和平共处的慢性感染 但是它似乎 induce出来的 profile 跟HIV也不一样 然后跟influenza 也不一样 那每一种 可能都 都还期待 就是跟它的 tissue的location 还有它在 抗原表达的 那个apc 它上面的 一些ligin 是不是有关系 因为这些ligin 会接触到t-cell 还有它在 第一次感染的时候 身体的一些 cytokine 因为t-cell 它会接触 signal 1是tci 就是antigen t-signal 2 就是这些ligin 就是costimulation的东西 那signal 3 是cytokine 所以后面两者 它可能可以决定c-cell的fate 速冬 速冬 谢谢你精彩的演讲 我对最后那个部分 洗腎的蛮有兴趣的 就是 你有提到说 可能也许跟它 肾功能衰竭 它们甲胎脂有关 那我不知道 您有没有比较过 就是洗腎前跟洗腎后 另外我不是很清楚 那个洗腎的那些透析膜 会不会影响t-cell的function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会不会有可能把一些antigen把它弄掉 因为其实两天就去洗一次 这个过程会不会有造成一些免疫的影响 潜在上来讲的话 它应该是有可能会把antigen做移除掉 当然我们不知道它的效益 也没有做过洗腎前跟洗腎后 可能要再研究看看 谢谢 请教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那个血液病 有在用那个Carty 那Carty是非常专一的那个 冲击胎细胞的细胞 可是跟你讲 好像那种T细胞 还是要多功能比较好 对 那这两个之间 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的一个 应该是说 有没有基于您的这个想法 来改良一下我们这个Carty的治疗 没有 那我不敢说改良 就是说 概念上来讲 因为Carty也是cell therapy 所以你把T细胞放到人的体面里面去 你至少希望它是能够执行某一个程度功能 所以它基本上应该功能要好 那Carty它是一个hybrid 因为它主要是B cell的receptor 那它里面有T cell的signaling的module在下面 所以它应该还是可以测量它的 它本身还是T cell 应该还是可以测量它的功能性 那我相信 比较先虚的 像Carty它们的group 应该在T cell的quality上面 它们都有一定的认识 那所谓quality 就是包括它的Telomere的Lens 还有它是不是能够放多种Sytokine 那它的CD28-27 这种Yan的mark 还有它的KL-RG-R 这种Synason的mark 我在想它们每一个病人都做非常精确的计论 所以它们去monitor它的out count的时候 才可以知道说这个细胞是好的 所以cell therapy不是只有这个细胞在那里 必须要它的quality很好 那我只是希望能够 deliver这样的概念 那polyfunctionality是一个很好的measurement 但是它也不能够代表所有的measurement OK好 不知道它有没有解 喔好来 现在那个PD-1被认为跟tumor有关系 那不知道这个Sytokine跟tumor有关系 就我们正在研究这一个方面 我们是觉得应该是PD-1会高的细胞 很有可能Sytokine的level也是比较高的 至少在HIV是这样 我们希望tumor也是这样 OK好 大概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那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参加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明镜与点点栏目